前段前民眾黨立委蔡碧如透過賀卡傳遞祝福 不過這項頭的Christmas拼字部分拼錯了搞了烏龍 另外總統府方面公布了明年的賀年卡片 一款也生效為題 另外一款則是以扭轉的概念來設計 象徵的就是扭轉乾坤的新年寓意 民眾黨立委蔡碧如在賀卡上捎來耶誕祝福 不過眼前民眾一看 Christmas英文瓶子的部分卻有點怪怪的 有很多人英文可能不是很好 不太了解他的那種來源 所以他可能會誤用 這個比物還是怎麼樣吧 民眾都一眼就看出哪裡出錯 因為其實Christmas的縮寫是X 再加上MAS 委員賀卡上X後面的一撇不止多加 還把S歇稱X 就連同黨立委高宏安看了都好尷尬 其實我看到的時候 我也是有想說要提醒一下 可是好像已經是發到很多的群組裡面去了 那當然我想Xmas這個很多人 其實都會誤用啦 這個應該不是出自於他本人之手啦 這應該是小編的一個誤用這樣子 應該是小編的問題吧 對 我不知道因為這是一個習慣用語 可能他有一個故意有特別的用意吧 我覺得其實台灣很多變體制 應該沒什麼關係吧 儘管賀卡出包鬧了一場瓶子無龍 但是其中的祝福可沒減少 而另外總統府也為了迎接明年牛年的到來 特別製作了總統副總統的新年賀卡 其中一款賀卡是以生效為主題 而另一款則是以扭轉的概念來設計 相稱台灣不僅防疫有成 也運和世界各國分享台灣經驗 希望以扭轉乾坤自信同行的寓意 為民眾帶來新年祝福 記者綜合報導